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谁 远笔 光头 三根毛 贫困凌辱 一人扛 我们来看一下动画片的片段 猜到了吧 没错 他就是三毛 普通人家的小孩三毛 原本拥有幸福的童年 然而战争却让他沦为无依无靠的孤儿 那是连黄狗乌鸦都能欺负的 危难时刻 他得到了善良的打鱼老伯的救助 体会到了久违而短暂的幸福 但是好景不长 恶霸抢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匪兵又残忍地枪杀了老伯 可怜的三毛再度沦为孤儿 在坟头贵别之后 瘦小的男孩辗转来到了大都会上海 他梦想能在这座 复数先进的大城市里吃饱饭 可是此刻正值军阀 投机商人 大资本家 外国人 青帮流氓 骗子横行的旧社会 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重温这部动画片的原著 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张乐平先生所著的三毛流浪记 2022年是张乐平先生 逝世30周年 也是三毛流浪记发表的75周年 漫画大师张乐平先生 他有着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 特别是1935年 他笔下诞生的三毛 一经问世就广为流传 先后被改编成了动画 电影 电视剧 那他也被誉为是三毛之父 作为中国第一部 以儿童为主角的连环漫画 三毛流浪记 不仅仅是给孩子们的启蒙书 也更是给成人的童年礼 那么从这个身形如火柴一般的男孩 从他的身上 我们能读到什么呢 您还记得2006年 央视播放的动画片《三毛流浪记》吗 还记得开篇的那句词吗 你幸福的每一天 是三毛最渴望拥有的 的确 有这么多磨难的三毛 却是一个在淋雨的时候 还要去为别人撑伞的孩子 意思是说受尽苦难的三毛 他看不得别人受苦 我们来看下面的漫画 这是三毛看到有人被欺负 他实在忍不住 教训了欺负人的大孩子 然后他跟被欺负的孩子一起 捡垃圾的时候 居然在垃圾堆旁看到了一个弃鹰 他们又送到了别人家 送到托儿所都没有人要 可是这婴儿也要吃饭呢 他们只好把孩子 悄悄地放在了奶粉店的门口 您看啊 一个弱小的孩子不畏强暴 见义勇为 自己遭遇着苦难 遭遇着不公的对待 但是只要看到不公平的现象 他一定出手相助 这是很多人都喜欢三毛的原因之一 张乐平先生用他温暖的笔触 进行创作了一组又一组 效忠带累的画幅 我们再来回顾几张张乐平先生画的图 这是三毛因为没钱买冬装 大冬天依旧穿着短袖 他看到路边有人掉了钱包 二话不说 把钱还给了钱包主人 钱包主人想奖励三毛的实惊不昧 但三毛摇了摇手 便抱着自己裸露在外的胳膊离开 钱包主人十分不忍 拿出钱来 为三毛买了件冬衣 三毛终于暖和了 可他却看到路边有人光着身子发抖 于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天他就换了一件平时穿的旧衣装 买了几只大牛条给他们吃 慢慢地和他们就混熟了 他们也是和他们交流 他们也把那些 他们自己的经历和驾驶 告诉了我的父亲 慢慢地他们就成了这个朋友 听完张卫君先生的讲述 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 张乐平先生 他能俯下身来 和孩子平等地去交流 满腔热情地去爱着他们 喜欢他们 真心实意地去关爱他们 正是这样的一份真挚的爱 才让他创作出了 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三毛的形象 动画版的《三毛流浪记》 在每一集的开头 都会出现的第二句话是 当你从幸福中一路走来 不应该忘记三毛的苦难和期盼 的确 三毛所身处的那个年代 如今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他身上所有的那种乐观 爱和勇气 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好 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 《三毛流浪记》 明天我们再一起继续 来读那些关于爱和勇气的 动画之书